對於任何的立法過程 從遠泥到送立法院 這個都必須要有相關 當事人、業者以及各界的意見 請教、請聽 而相關部會在遠泥法案的時候 就辦公廳會 來讓利害關係人、業者 以及各界來表示意見 這中間本來就會有厲害的不同 見仁見智 所以如果在實務面、技術面 還有待更進一步精緻化 或意見有待溝通 本來就可以好好的再來進行 這是民主成熟運作的過程 我們也尊重各部會的運作 也請各界繼續給我們指教